中共另类输出革命,愈演愈烈,全球网络自由开律,有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发表报告,趁2018年全球网络自由连续第八年下降其中,中国已连续四次被评为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,中共奉行的数位独裁主义,Digital Soritarianism,正在向其他许多国家蔓延全球网络自由度持续恶化广告, 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,Freedom House11月1日发表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,趁该组织对全球范围内的65个国家进行的年度研究,发现全球网络正失去越来越多的自由,民主也因此出现倒退色无忌惮,搜集个资,已经破坏了隐私底线。 报告称从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,全球有26国的网络自由下降19个国家有所进步,中国则是2018年侵犯网络自由,最严重的国家已连续四次垫底。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,中国中共政权还向新兴市场的国家提供有关网络监控的技术培训,对外输出中国是数位独裁主义,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,趁中国是2018年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,而中共政府对外输出的数位独裁主义, 让全球网络自由度持续恶化。PIXABAY.COM,据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在北,纳入调查研究的65个国家。 中有36个国家曾与中共官方举行过有关控制资讯的会议,而中方向其中一些国家提供过电信监控设备。 其中更有17国政府以打击假新闻的名义,批准或提出了限制网络媒体的法案令。 外18个国家则加强了网络监控或蓄意,若换网络的加密保护建议更密切的监视国民,报告并指出中共的网络审查规定中。 明文要求在中国境内的公司,不论是中国公司还是外资公司,都必须立刻停止传输被中共官方禁止的内容,并抢破业者必须确保中国用户的资料存放在中国境内。 中共甚至还封锁了未或官方批准的VPN让中国网民翻阅网络长城更加困难。 报告引述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瓦茨,Michael J. Abramowitz,说民主正在数位时代中,挣扎中国正在国内和国外输出其通过审查,监视来控制讯息的模式。 而这种模式,对网络自由开放构成威胁,并危害到全球民主的前景。 所谓,数位独裁主义,在中国国内被称为数位威胁主义,简单说来就是政府运用人工智能,量子演算,quantum computing电脑学习,machine learning大数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,完成中央由上而下地。 强化对社会与国民的掌控,今年9月2日台湾上报曾发表一篇题为《准备好面对中国数位威胁主义了吗?》的政论文章提醒国际社会北京,正透过数位威胁主义的高科技, 对内强化维稳对外巩固扩张,对自由民主,造成严重挑战文章透露,被中共运用来实施信息监控的高科技,都列入了2025中国制造的核心工程项目。 自从1999年,其中共每年花费在强化网络监控机制的平均投资金额已高达2330亿美元,而且是以20%的年成长率持续提升。 文章指出中共利用网络动态、税务资料、线上交易、医疗记录、银行资讯、人脸辨识等各种先进技术和大数据, 打造了无所不在的严密监控系统,对中国民众的活动进行搜集与分析。 中共政府还采取事前检查等先发制人动作,或防止串联的行动深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预防。 危及政权的反对运动发生,中共官方建构的网络防火墙在发生敏感性事件,时可以主动隔离讯息的流通与串联。 总的来说,中共政权的最高目标,就是要确保网络意见和舆情的流通,不致构成对中共的挑战。 甚而可以作为中共宣传与洗脑的机制同时,还想透过形成这套自主性的网络监控系统,来强化中共自身防堵,外来的网络攻击的能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